我把它貼上 其實這樣你要try的話 當然一樣執行 開始執行1980好了 1月1號 比如說我要這個區間開始 然後到1990到12月31號 OK 因為我沒有房呆 所以你打錯的話 那當然會有錯 因為你格式一定要正確 OK 就是標準的那個西月年的年月日 OK ENTER 資料就出來了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做查詢的話 還蠻方便的對不對 你這個data其實就可以拿來用 因為目前我們沒有還沒 我們沒有交到所謂的那個表單 其實將來你也可以自己再做表單 像VBA本身就有了 可以快速做表單 但是Python要另外外掛一個東西 所以其實相對起來是比較困難一些一些 如果沒有表單 也可以基本輸入沒有問題 也可以拿來用也沒有問題 所以回去的話建議 你可以把你手邊比較熟悉的資料 也許拿來試試看 反正多試試 然後你拿來用 將來這個報表你可以再輸出到 像視覺化報表的相關這個功能 其實有很多其他的外掛 有點類似以色列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樞紐分析圖 他也可以畫圖也可以畫表都沒有問題 只是說前提還是需要有資料庫 因為如果沒有資料庫 什麼東西都是假的 什麼東西都空的都做不到 OK 因為你會發現如果沒有資料庫的話 那後續怎麼做 很麻煩 而且如果沒有資料 你可能就要放在串列 放在字典裡面 但是問題串列跟字典你讓一次之後 就不見了 因為它不會存起來 變數的話 就當程式結束裡面資料 通通就消失了 除非你是放在檔案或資料庫 那檔案的話 它因為沒有順序 所以你也沒辦法像這麼方便 基本上跟各位講 查詢部分 只要是Excel裡面篩選能做到的 篩選也都辦得到 其實篩選跟查詢 其實兩者基本上是很類似的東西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也許各位多多練習吧 接下來的話 就是全省郵局地址部分的話 當然第一步 可能你要先改一下 因為之前我們是 有做了第二階段 就是說什麼 輸出的時候 把它變兩個換行 兩個換行會有個問題 因為如果一個換行就一筆資料 如果空一個換行 那個就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Insert into就失敗了 所以怎麼辦呢 第一個 你可能要改一下 把兩個換行改成一個換行 第一個 我們全省郵局地址 這個可能要刪掉一下 第二個的話 乾脆不要刪掉 舊的就保了 所以也許我們這邊有沒有 刪除除了O以外的資料 這四行 把它mark 掉 把它註解掉 這樣子 OK 大概改這幾個地方 這樣的話 我們第一步就是先把 二十五個郵局的資料 合併成一個檔案 OK 當然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合併 我直接一個一個丟資料 我可以啊 可是問題程式比較難寫 所以有時候你要完成一件事情 那個順序並沒有絕對的 你要想說哪一個步驟比較簡單 你就用哪個方法 像我的習慣就找簡單的來做 沒事幹嘛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是不是 也許年輕的時候 還會想要挑戰很多困難 但是年紀越來增長發現 這真的是太無聊了吧 每天幹嘛一直想 應該把時間留在別的地方上面 我覺得好像比較值得一點點 OK 因為你一直穿那些沒意義 我覺得先把事情做出來再說吧 而且OK特別注意 不過你們可以 當你還年輕的時候 也可以試沒關係 如果你年紀稍長 你就算了 你就先這樣好了 OK 好 第一步 這個把它拿掉 一個變 兩個把它變一個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就 不要刪除 那把它執行 執行之後的話 我們就產生一個o.tst 這個OK了 確定一下裡面就沒有換行 裡面的話這麼多data 這麼多data裡面的話 把它分析一下 這個好像是帳號 渠號 然後這個什麼 渠名吧 然後這個是地址 不過這就資料 只是你們如果要最新資料的話 應該網路上可以找開放資料 好像油局應該有 反正我們只是測試而已 中間的話按這個空白有沒有 所以特別說不是豆點 你不要沒看就直接用豆點 那一定掛掉 OK 所以怎麼辦呢 第一步我們就拿剛剛的這個來改 然後把它另外再複製貼上一個post 這一個module 然後裡面的話呢 第一步要改什麼 改這個 Member01 乾脆用Ctrl加F 用取代比較快一點 全部把它改成post 因為有時候 其實名稱 一改最快 repress all 這樣的話全部都改成 你就不用說漏網之語 那第二個的話做什麼 第二個的話 ABA的話 假設都test 所以A 也是用ABCD就可以了 所以這招我覺得還蠻 蠻懶人法的 但是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說這樣 每天都在想說 到底要給什麼樣的 那個 藍位名稱 哇真的很麻煩 而且你又不能用中文的 你要用英文 像我以前每次都要想要用翻譯 翻譯半天 然後最後一串 最後自己 就覺得很長一串很麻煩 但是用ABC 所以我覺得Excel給我很大的啟發 哇原來可以 把那個工具變得那麼簡單 難怪大家都喜歡用 那以前我不知道 以前我覺得 好像越複雜的東西大家越愛用 後來我發現我錯了 原來其實大家都不喜歡太複雜的東西 所以SS以前還蠻多人用的 現在幾乎沒什麼人在用 OK 以前我SS還用的蠻熟的 那現在幾乎都沒什麼用 不過其實概念都一樣 我覺得反正就工具嘛 解決問題為前提 那我們就產生四個欄位 ABCD OK 不過我建議各位 可以先不要處理資料庫 這個部分先可以註解掉 先確定一件事 可以先把資料讀出來 再加資料庫 這樣比較不會失敗 OK 所以我們先確定什麼呢 可以把什麼 sickel string這個 先可以 print the sickel string 先帶出來 然後我就先把他 這個地方的路徑改一下 路徑應該是全程邮局地址 這一串 我建議是複製貼會比較OK 貼到這裡 那名稱的話叫什麼 all.tst 然後後面的話 encoding 因為我們是從那個 從那個windows裡面產生 所以應該不用 沒有那個utu8的問題 再來的話 script應該什麼 空白 有沒有 OK 這個關鍵的地方 post的話 因為只有四個欄位 另外特別之外 四個欄位都是文字 所以這邊前後都要什麼呢 單引號 看得懂吧 反正這個規則只要記熟 這樣我想應該就不太會錯 最後的話呢 script的話只有 script最後一個 因為0123 所以3的話會多一個換行 好 那這樣應該沒問題了 改完了 好 試一下看看 執行 看一下 第一個我是建議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inset into 這個 有沒有錯 values前後有沒有空白 因為有時候常常忘了空白 掛掉 不過我發現 script line沒有空白 因為也對 有些資料庫 比較龜毛 錯一個地方 有些資料庫 比較沒那麼龜毛 錯一點點 沒關係 讓你過 OK 不過當然我們盡量嚴謹 怎麼樣都對 OK 然後呢 看一下前後有沒有單引號 豆點前後單引號 沒錯 這樣的話就標準的 好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它 這段複製之後有沒有 丟到哪裡呢 丟到script line browser 這邊exque seql 你把它貼上去有沒有 這邊有exque有沒有 你也可以從這邊exque看看 如果有錯的話呢 他會告訴你有錯誤 exque看看 有他說有成功 那我們browse一下 我沒有create 所以他說他 他錯誤他沒有create那個table 他沒有那個table not searchtable 所以他沒有 所以我們還是非得要在那個 有table之後 OK好 那這樣的話呢 應該沒問題之後 我們就把那個 上面這部分打開 OK 然後這邊也打他打開 好 這樣這邊print這個 可以把它關掉了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1 2 3 OK 好 這樣子的話就大功告成 對 range 0 OK 你還是你比較細心 好 OK 這有的時候真的 這個地方 我看第一筆資料 它是不是沒有避開 對 它沒有那個藍位名稱的問題 OK 好 沒問題了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大膽的把它執行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跑得比較糗 OK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鎖住了 因為它這個鎖住了 有時候那個sicle-like browser有個缺點 它會把那個資料鎖住 OK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一樣 再把這個sicle-like browser再開一下 理論上應該資料呢 就會在這裡面了 pause有了 OK 三個欄位 Blows一下 有了 OK 1315筆資料 就很快的 一下子呢 就快速的幫我把資料呢 全部都倒進來 那當然如果你有這個資料庫之後啊 你要做 什麼帳號的查詢 局號的查詢 名稱查詢 跟什麼呢 地址查詢 就很方便了 未來當然 其實像那個什麼口罩2.0那個app 其實它後面還有精緯度 有沒有 精度、緯度 然後再配合Google map 就可以查詢你的相對位置 哪個地方最近 甚至如果這邊還有精度、緯度 然後可以查出你附近 離你最近的郵局在哪裡 那就功能很方便嘛 有沒有 就郵局2.0類似這種app的功能 不是就做出來了嗎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切換給各位 就是全省郵局地址 那我剛剛主要是什麼 把那個全省郵局地址 那個合併功能 本來是合併的時候 會多一個換 因為我們會有 合併會切割嘛 為了說在切割的時候辨識 所以會多兩個換 把換拿掉 OK 然後就合併完成 然後再來就是 把它 它 合併之前我是建議 確定一下 能不能讀取 然後讀取OK 最重要是那個 insert into的那個sicle string 如果那個sicle string沒有問題的話 那理論上後面應該也還蠻順利的 OK 是很重要 因為以後如果你可以快速地把資料 倒到資料庫裡面去的話 後面延伸性就非常的大 OK 所以程式裡面如果沒有資料庫 等於好像真的是什麼都不能做 所以以前我用過的所有的程式語言裡面 大部分最後還是會跟資料庫做串接 那不管是手機的app或者是網站 反正最後都可以共用一個資料庫 也就是你前端可以輸入 輸入完之後手機端也可以看到東西了 OK 所以其實這有點讓互相可以串在一起 中間的話用一個所謂的資料庫 當成一個算是什麼 暫存的一個橋樑的角色 OK 這個應用其實就相當的廣泛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全捨郵局地址這個範例 試試看 把它再快速地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這個如果做完之後的話 其他請各位再試試看有沒有其他的資料吧 那我們這個單元大概就差不多了 後面的話再來我們就要來看 第六個單元 0601的這個部分 再來的話 我們就不只是在單機上面做檔案 還有資料庫 而是再來就要上網路了 上雲端了 然後 做網路爬蟲的動作 OK 所以如果今天假如說我資料並不是在 自己的電腦上面 那要怎麼去把資料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怎麼樣儲存 這樣還是一樣 抓下來之後第一件事情最簡單 塞到資料庫去就好了 所以反正不管做什麼事 好像都是需要把資料先放在資料庫裡面 當然也有人直接輸出eSale 不過畢竟Python跟eSale直接要 直接串 好像倒不如用Seql Lite 來的 簡單 直覺 OK 所以 還是先把Seql Lite先了解 然後其次的話如果有時間可以試試看 跟 MySeql Lite 抓取網路資料的時候 那個功能它沒有內建 所以待會的話我們需要什麼 去做安裝那個外掛的動作 OK 所以如果你會安裝外掛的話 那以後網路上有十幾 大概二十幾萬種吧 的那個外掛 如果你會用的話 網路上找 然後你會試 你也可以拿這些外掛來使用 針對你的需求 你可以找到那些功能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